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两人决定驱车前往爱丽丝位于乡下的农场度过仅有几天的假期 爱丽丝开车 玛丽则在车上小睡了一会儿 睡醒的玛丽对爱丽丝说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有人在追她 她在拼命奔跑时还受伤了 爱丽丝问了是谁在追她 而玛丽则说好像是她自己在追自己 爱丽丝听后没在意 觉得玛丽只是做了个奇怪的梦而已 毕竟谁都会做梦 之后两人一边听歌一边开着车 欢快地朝着目的地开去 画面一转 一个变态男正在一辆旧货车里 拿着一个死人头坐着不可描述之事 解决完生理需求后 直接把死人头顺着窗户扔在了地上 然后开车离开了 到了晚上 玛丽和爱丽丝两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爱丽丝的父母热情地出来迎接了玛丽 过一会儿 玛丽和爱丽丝就上楼休息了 期间 玛丽和爱丽丝聊起了爱丽丝的男友 爱丽丝表示她觉得男友外面有人了 玛丽反问道为什么还要和她在一起 爱丽丝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觉得可能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现在只想变得优秀 让男友再重新喜欢上自己 玛丽没有说什么 过了会儿出来坐在秋千上抽烟的玛丽 看见了正在屋内洗澡的爱丽丝 心里有了种异样的感觉 于是晚上睡觉时 寂寞难耐的玛丽戴着耳机 做着一些不可描述之事 正在玛丽到了兴头上时 狗吠声打断了她 玛丽起床朝窗外看剧 只见门外停了一辆货车 接着门铃响了 爱丽丝父亲起床前去开门 等玛丽再次往窗外看时 竟发现变态男正在砍杀爱丽丝的父亲 随后变态男还强行闯入 把受伤的爱丽丝父亲拉到楼梯上 将她的头卡进了楼梯扶手的间隔里 然后推开了一个柜子 活生生的把爱丽丝父亲的头弄掉了 鲜血瞬间喷射了出来 地上都被染红了 狗狗也被变态男杀死了 听到动静的爱丽丝母亲下楼查看 看到被杀死的丈夫和狗狗 她吓得呆在了那里 结果也被手拿小刀的变态男一顿摧残 玛丽听到爱丽丝母亲的尖叫声后 被吓坏了 刚开始想着跳窗离开 但发现太高了根本行不通 打电话也发现电话线断了 于是她迅速收拾好了房间 装好了行李 将一切地方都擦拭了 试图制造出没有人居住过的样子 并躲在了床下 很快变态男来到了她的房间 躲在床下的玛丽用手拼命地捂住嘴鼻 让自己尽量不发出声音 而变态男也在检查一遍后 没有发现什么痕迹也就离开了 可此时的爱丽丝还在呼呼大睡 由于她戴着耳塞 所以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情况一无所知 没准还在做什么美梦呢 变态男来到了她的房间 用刀子抚摸着爱丽丝的脸 爱丽丝被惊醒了 但由于刀架在了脖子上 所以爱丽丝不敢反抗 结果被变态男一顿揉力 惨叫声不断传来 与此同时 玛丽趁着变态男抓爱丽丝时 偷偷跑进了爱丽丝的父母房间 寻找可以拨打电话的手机 以此来报警 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就在这时 玛丽听到了变态男的脚步声 于是躲进了衣柜里 接着玛丽就亲眼目睹了 爱丽丝母亲被变态男 一刀割喉的血腥场面 鲜血喷洒了一窗户 玛丽吓得在里面大气不敢出 等变态男走后 玛丽走出了衣柜 看着死去的满脸是血的爱丽丝母亲 吓得拿起了带血的电话 想要打电话 可发现也没有信号 接着玛丽又找到了爱丽丝 原来爱丽丝并没有死 而是被变态男用铁链锁在了床上 玛丽抱着爱丽丝相拥痛哭 爱丽丝看到玛丽后 情绪异常激动 肯因嘴巴被堵住了 说不出话 玛丽试图解开爱丽丝的铁链 但却没有成功 只好无奈再次打电话 试图报警 可惜电话线却早已被变态男掐断了 与此同时 爱丽丝的弟弟也在逃跑时 被变态男在包米地残忍杀害了 接着变态男带爱丽丝上了车 躲在一旁的玛丽看见后 也跟着爱丽丝一起上了车 就这样两人一起被变态男带走了 变态男在临走时 拿下了爱丽丝的全家福 抠下了上面爱丽丝的头像 被锁在车上的爱丽丝吓得连喊带叫 玛丽安慰的同时 还试图撬开车门逃走 只可惜小到太小根本撬不开 车子行驶了一会儿后到达了加油站 玛丽趁变态男给车加油时 玛丽跳了出来也是纳闷了 刚开始还撬不开 这下就能出来了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接着玛丽跑到了加油站旁的便利店 试图让店员报警 可一开始店员没有理解什么意思 不一会儿变态男也来到了这里 玛丽一见其躲在了货架后面 接着变态男和店员聊了几句 看起来很熟的样子 可在期间店员看到了变态男手上的血 于是这想起来 玛丽刚才说的这报警是什么意思 这当店员想要报警时 变态男拦住了他 说想要一瓶酒 结果变态男趁店员给他拿酒时 用消防符打中了店员的胸膛 鲜血浸透了衣服 店员也在一声惨叫后倒地死去了 鲜血流了一地 而杀死店员的过程也都被监控录了下来 之后变态男关了便利店的灯 接着又挨个检查了每个角落 玛丽小心翼翼地在厕所躲避着 变态男看没有人后 开车离开了 看变态男离开后 玛丽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表示有人闯进爱丽丝的家里 把她的家人都杀死了 现在又把爱丽丝带走了 不知道变态男下一步会做什么 而且可怕的是 还在加油站把店员给劈死了 可当警察问她加油站的具体地址时 玛丽却并不知道是哪一个 四处翻找也没有找到有关位置的消息 而当警察在问她变态男货车的车牌号时 玛丽又疑问三不知 只说自己当时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 可什么都不知道警察根本没办法帮她 玛丽一听和警察吵了起来 并生气地挂掉了电话 一看警察都靠不住了 觉得还是靠自己吧 于是玛丽直接拿起便利店的手枪和车钥匙 准备自己开着便利店的黄色汽车 前去追变态男 此时爱丽丝这边 变态男一边开车一边喝酒 期间还把酒倒在了爱丽丝身上 接着变态男又点起火抽起了香烟 之后就又把燃着的柴火伸向了爱丽丝 爱丽丝吓坏了 因为一旦火丢了下来 爱丽丝的身上就会由于有酒的作用而燃烧起来 这样爱丽丝的小命也就难保了 但变态男过会儿又收回了柴火 将柴火扔出了窗外 原来她只是想吓唬一下爱丽丝而已 与此同时玛丽一直在后紧追不舍 在跟到一条偏僻小路时 变态男也发现了玛丽在跟踪自己 于是变态男用她的货车怼了玛丽车一下 使得玛丽的车由于惯醒一直往前冲 玛丽想要控制却发现控制不住 最后车子整个翻了过来 车底因为摩擦而着火了 翻车后的玛丽拼尽全力走下了车 好在玛丽只是受了些轻伤 没有什么大碍 之后玛丽一拳一拐走在树林里 由于手臂受伤流血不止 于是玛丽停下来 先用破布绑住了手臂以此来止血 这时变态男打着手电正在向玛丽这边靠近 玛丽意识到后跑到了一个蔬菜大棚里 变态男也跟了过来 眼看灯光离自己越来越近 玛丽着急的想要拔出一根木棍 以此来保护自己 起初怎么都拔不下来 但好在费了半天力终于拔了出来 有了无亲的玛丽往前走着 想着一看见变态男就用木棍打他 就这样两人在蔬菜大棚里 玩起了你躲我藏的游戏 玛丽朝灯光的地方走去 可到了才发现 那只是一个手电筒被挂了起来 根本不是变态男在拿着 就在玛丽待在原地时 变态男突然出现了 他用塑料袋套住了玛丽的头 弄得玛丽有些窒息 最后瘫痪在地 手电筒在上方不断地晃着 接着变态男用刀子挑线着玛丽的尸体 从下道上最后到脖子上 这时变态男突然说了一句话 爱丽丝让你兴奋吗 她也令我兴奋 说着就拿手在玛丽的嘴里不断地搅动着 这时玛丽趁机从地下拿起了一块石头 然后用石头打中了变态男的头 瞬间变态男的头鲜血直流 手里的刀子也掉了在地上 玛丽粘了起来 然后用木棍朝变态男的面部打了好几下 导致变态男倒在了地上 恰巧塑料袋落在了她头上 玛丽见此直接跪在地上 隔着塑料袋对着变态男的脸又是一顿打 仿佛在发泄着所有的怨气 不止打了几下后 玛丽停了下来 然后揭开了塑料袋 张大双眼趴下听了听变态男的心跳 确认没有心跳后 却又盖上了塑料袋 可这时变态男却又伸出双手掐住了玛丽的脖子 这让玛丽瞬间也掐住了变态男的脖子 两人在一番较量过后 变态男被玛丽彻底杀死了 玛丽随后朝着天空发出一声嘶吼 另一边警察根据报警电话找到了便利店的位置 并来到了这里 在查看监控时发现杀死店员的竟是玛丽 另一边玛丽找到了爱丽丝 并且很开心地叫爱丽丝松绑了 可爱丽丝却大喊不让玛丽碰她 玛丽以为爱丽丝惊吓过度 于是安慰爱丽丝 变态男已经死了 没人可以伤害她了 可爱丽丝的情绪没有平复下来 反倒突然拿出一把刀冲向了玛丽 爱丽丝大喊 已杀了我全家 说完冲着玛丽的脸上狠狠划了一刀 接着又给玛丽腹部一刀 伤完玛丽后就赶紧跑走了 这时变态男又出现了 她从车里拿出电锯 在后面追赶爱丽丝 在一通你追我赶的过程中 爱丽丝在公路上看见了一辆车 于是赶紧向车里的男人求救 眼看变态男就要来了 爱丽丝没有经过同意 直接上了男人的车 男人也是一脸懵 你都没问我同不同意就上了我的车 爱丽丝没让她说废话 只让她赶紧开车 无奈男人只好启动钥匙准备开车 可这时车却不怎么给力 怎么启动都不行 就这样变态男拿着电锯 跑到了他们车的前面 然后用电锯疯狂砸玻璃 前面那个男人直接胸膛被电锯穿破 血溅的到处都是 就连爱丽丝的脸上都被喷溅了许多 最后男人被弄得血肉模糊 死状异常惨烈 全程尖救的爱丽丝 也遭到了变态男的攻击 变态男扬言要把爱丽丝的头锯下来 说完就把电锯伸进了车内 朝着爱丽丝一点点的靠近 爱丽丝逃出了车外 由于右脚被玻璃扎伤 所以只能在地下坐着慢慢移动 在外面的爱丽丝忍痛拔出了 扎在脚上的玻璃 然后又慢慢坐着后退 变态男又到了爱丽丝面前 询问爱丽丝爱她吗 不爱吧 被逼无奈的爱丽丝 只好一遍一遍的说 不 我爱你 听到这句话的变态男放下了电锯 再一转竟变成了玛丽 然后亲吻了爱丽丝 爱丽丝也配合她热吻了起来 然后趁着玛丽不注意 用一根木棍刺进了玛丽的胸口 玛丽在最后一刻还在说 没有人再介入我们了 我们也不会让别人介入我们的 原来玛丽患有精神分裂症 变态男只是玛丽分裂出的 另一种人格 而她之所以杀掉了 所有介入爱丽丝和她之间的人 是因为她喜欢爱丽丝 所以才分裂出了另一个人格 想要让爱丽丝只属于她一个人 故事到此结束 回顾整部影片 这可以说是一部很成功的 惊悚恐怖电影 恐怖的气氛营造得很出色 情节也很紧凑 其实全程更像是一个 善与恶的反抗 导演把这种过程 通过影像表达了出来 让我们相信 善与恶的存在 然后在结局告诉我们 人性的善恶是共同存在的 只不过有时恶占了上风 并残忍地屠杀了善而已 好了 我是不喜剧阿布 我们下次再见啦